在天龙八部中 有两位武林高手 一直执着于皇位的争夺 一个是大燕国的王国后裔慕容复 一个是大理国的前任太子段延庆 慕容复有父亲慕容伯拖后腿 外加四大家臣拉仇恨 机遇又处处被天龙三兄弟截胡 而大燕国也已经亡国几百年了 想要复国可以说是难如登天 而段延庆却不同 他是大理国的延庆太子 虽然身体残疾 但是做事处处有王者风范 也没有乱七八糟的下属拖后腿 还有一个亲叔叔枯容大师活在世上 只是为何这个唯一的亲戚 没有帮他夺回皇位呢 难道枯容大师作为天龙寺第一高手 真的是浪得虚名吗 真龙七局上 虚竹再见到吴雅子的时候 吴雅子先是嫌弃虚竹长得丑 又问虚竹今天来下棋的都有谁 虚竹将外面的人说了一遍 吴雅子又问 枯容大师和乔峰有没有来 知道两人没有来 不免有些失落 可见在吴雅子心里 枯容大师和乔峰的武力职是并列的 枯容大师出手不多 只在揪摩制来天龙寺时 抢夺六脉神剑剑谱的危急关头出手 两只手同时打出绍商剑 击退揪摩制 武力职绝对在段正明之上 而段延庆又承认 段正明武功比自己强 这样看来 以枯容大师的武力职 完全可以帮助段延庆夺得皇位 为何他没有出手相助呢 段延庆的父亲是上德帝段连义 他是名正言顺的皇太子 只是十多年前 大力国中发生政变 上德帝被奸臣所杀 段延庆太子不知去向 之后上德帝的侄子得到天龙寺 众位高僧和忠臣相助 剿灭了叛乱 登基为帝 视为上明帝 谁知上明帝做了一年皇帝 就去天龙寺出家为僧 将帝位传给了堂帝段正明 视为保定帝 延庆太子在政变的时候不知去向 众人以为他早已经被叛军给杀掉了 谁知他在混乱中逃出了大理 等到他学成武功回大理 又在湖广道上被仇敌围攻 虽然自己将仇敌都杀了 但也身受重伤 双腿折断 面目被毁 喉咙也被砍了一刀 发不出声音 如今的大理皇帝段正明 是自己的堂兄 段正明做皇帝 身受百姓爱戴 谁还记得他这个前太子呢 如果他回到大理 暴露了身份 估计会有人为了讨好皇帝杀了他 自己又身受重伤 生命都有危险 哪里还有能力和别人动手呢 他现在唯一的指望 就是请枯荣大师主持公道 夺回自己的皇位 枯荣大师是有德高僧 是天龙寺第一高手 还是自己父亲的兄弟 是他的亲叔叔 是段正明的堂叔 按照亲叔远近 枯荣大师也会帮助自己 谁知辛苦来到天龙寺外 知客僧却说 枯荣大师正在做枯禅 已经入定五天 再隔十天半个月 也不一定出定 即使出定之后 也绝技不见外人 又问段延庆有什么事 可以留言 由他传话给方丈 段延庆哪里敢吐露身份 爬到寺外的一棵菩提树下 等候枯荣大师出定 又担心自己被人认出身份 此时段延庆身受重伤 万念俱灰之下 恨不得一头撞死在菩提树下 只是他哪里有力气站起来 连死都死不了 这处境真让人绝望 如果不是刀白缝的出现 相信段延庆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一番露水因缘 段延庆以为是菩萨来点化自己的 又觉自己能引来菩萨点化 必定是天命所归 日后必将登上皇位 瞬间又信心百倍 也不再等枯荣大师 直接离开了大理境内 养好伤后 苦练家传武功 花了五年时间 练成以钢杖代替行走 练成了负语之术 将一阳纸功夫画在钢杖之上 又花了五年时间练功 之后将所有仇家杀得鸡犬不留 也因此得了天下第一大恶人的名号 之后又收了叶二娘 岳老三 云中鹤三人做小弟 可以说段延庆这经历很励志了 他是名正言顺的皇太子 为何亲叔叔 枯荣大师不帮他呢 枯荣大师真的是在入定吗 段正明带着段玉到天龙寺求医的时候 听到本音方丈 称呼一个面壁而坐的僧人为师叔 才知道对方的身份是枯荣大师 原来枯荣大师已经面壁数十年 段正明作为大理国的皇帝 也只是听过他的名号 也没有见过他本人 先是听说他在闭关修炼 后面慢慢没人提起 以为他早就已经原济了 哪里想到他能一直面壁那么久 段延庆苦练武功十多年 而枯荣大师又面壁十多年 大概枯荣大师根本不知道段延庆来找过他 事实上即使知道了 枯荣大师应该也不会帮段延庆 毕竟他根本没有能力去帮自己这个侄子拿回皇位 虽然天龙寺里面的高僧都是大理皇室长辈 但是他们都已经出家为僧了 俗世间的争斗自然不方便参与 而且天龙寺也不能干预国家政事 不是什么王国灭族的危险 相信天龙寺也不会出事 毕竟没有一个皇帝会喜欢 有谁凌驾于皇权之上 而大理在段正明的领导下国泰民安 自己更没有理由帮他了 如果自己接见了段延庆 反而会让他的处境更危险 不如视而不见的好 而在段延庆抓了段玉和穆婉清这事 也能看出大理皇族对天龙寺的态度 段正明宁愿去年花寺找黄梅僧帮忙 也不愿意去天龙寺找人相助 即便是段延庆残废了 段正明一样是很难打得过 如果真的一对一可以打得过段延庆 何必请黄梅大师出山呢 找黄梅僧来 肯定是有把握的 段延庆哪敢和他打呢 真要打起来随便来个帮手 段延庆就招架不住了 而且段延庆这个人不是无赖 是恶人 恶得很有道义 段延庆是大理段氏正宗皇室 气魄还是很大的 如果不是残废 各方面估计都不会比段正明差多少 在段正明看来 天龙寺的人不方便参与本族的内部斗争 因此不能向天龙寺求助 段正明能如此想 忽荣大师自然也会想到 不帮段延庆也就说得通了 作词后